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的范围很大 需要的执法量很多 甚至超过3000株 甚至只要是超过2500株以上 我们就会建议 一定要优先考虑机器人 因为你租数多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用机器人 只是用半人工的方式 或者其他方式 那这不是很消耗体力的 很消耗时间 体力 还有整个团队的人力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是用机器人的话 你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品质就会下降 所以我们通常是以2500作为一个界限 但是要看每个医师的技术 有的医师技术很高 可能设2500 有的医师技术比较差的 他可能设1500 就1500以上他就不行了 他就要靠机器 有1500以上以下他还可以靠人工 他体力还可以 技术还可以 经验还可以 就是看你的医师的 这个超高的医师的经验 技术跟天分来做决定